11月27日,新一阶国足大名单公布,今年与联赛冠军师之交臂的恒大,仍然是七名老队员高林, 冯潇平,曾成,郑志,于汉超,李学鹏,张宁鹏入选,而新科冠军上岗则只有五类,十科和门将严俊林入选,总共三月啊,如何去除此前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的于海,上岗的主力编后位王宣超被足协禁止征兆进入国家队,上岗的其他主力队员也纷纷被无视,包括主力中后位贺冠,后邀蔡惠康, 入选呼声甚高的中间场主力替补吕王军,只为入选,冠军球队的队员被国家队无视,在现代足球主教练负责之条件下,原本是正常的,按照自己的战术思路和标准选择球员盯照进入国家队,这是主教练的权利,无可厚非,而且,足协能够尊重主教练的这个权利,在中国的足球环境下,也算是进步, 但问题在于,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,入选的一些队员能力和状态明显,不如上岗阵中的同位置球员,这就很容易引起争议。 比如前锋线上吴磊、高林和于汉超的组合,李皮已经尝试过多次,事实也反复证明,高林和于汉超没有能力在国家队,对吴磊提到太多的支持作用。 相比之下,吴磊在俱乐部的队友吕文君,虽然从未入选过国家队,但他已替补的身份,在联赛中打入七球,对吴磊有明显的支持作用,却未能入选。 同样,在右后卫位置上,李皮此次征召了张承栋,而他在最近国足对战巴勒斯坦的比赛中替补出场,表现非常糟糕,几乎没有成功的传终,而他却是目前这个阵容中,仅有的两个能够出任右边后卫的人之一,首发出场的给予很大。 即使考虑到王生超被禁止征兆,上岗的剃度右边后卫复欢在联赛末顿的表现中也可圈可点。 攻得上去,首能回得来,转态好与张承栋,却未能入选。 即便对复欢不够信任,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有鲁能的王童,刚入选了足铁的最佳阵容,或者是苏宁的吉祥,能够适应中方,边前卫,边后卫的多个位置,同样被无视了。 后卫位置上,赵旭是上赛季以其在全界的稳健发挥重回国族阵容,今年也一直都是国族的常客,但他今年的状态只能说很一般。 最近在国族和巴勒斯坦的比赛中,在下半场替补出场,表现简直可以用灾纳来形容,而政治年事已高,持中国受到身材限制,才会看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早当新后妖人选。 本赛季状态出色,在连赛商榜与恒大的关键之战中还攻入一球,显然是比赵旭人更合适的人选。 所以,综合来看,李皮这次叮照的队员,存在明显的短板,尤其是后腰和右边后卫位置,目前的人选都有明显的状态问题,是不能服众的,受到球尼质疑,完全在情理之中。 不过,距离亚洲杯比赛正式开赛,毕竟还有一个多月,还有时间,希望李皮能够及时调整,尤其是吕文君,完全可以考虑用他替换,于汉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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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